今年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所以确实今年的毕业生 应该会是史上 在前途上面最感觉到 前途茫茫的毕业生 从最新的统计资料 就可以发现到说 从3月4月 至少少了10万个以上的工作机会 在这市场上就是消失了 消失当然不是因为说 它永远不会再回来 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 当这一些求财的人数 开始减少的时候 那么求职者当然就心惶惶 不管是4月份的失业率 已经突破了4% 而且每个礼拜 工作不满25个小时的 这一些人数 已经是不到25个小时的人数 多达40万人 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一些 都是就业市场上面 让人很担心的地方 大学毕业生 或者是研究所毕业生 或者是博士班的毕业生 现在人心惶惶 我真的是感同身受 我知道这样子的情绪 是很难有一个乐观的心情 所以我在这边 其实真心的要给 毕业的年轻人一些建议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 因为其实在国际上面 是有这个研究的 就你毕业后的第一份薪水 将会决定你这一辈子的收入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耸动 有点武断 但事实上你在毕业的时候的第一份薪水 如果不高 你就会发现到说 你在追求第二份 第三份 第四份 你的这个追求的薪水 也不会太高 这一种其实是我们内心里头 拥有的一种比较上面的 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我们对于绝对数字 我们到底值多少钱 我们到底价值多少 我们是没有概念的 但我知道我昨天赚了多少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比昨天更好的话 我应该赚多少 所以我们的每一份工作 其实它的起薪 都是看前一份工作 到底薪水是多少 因此你的第一份薪水 那个累加出来之后的结果 就会对你一辈子的收入 都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这并不是说 这中间不会有特例 有些人表现得特别好 但是呢 平均来说这样的状况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强化自己 其实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毕业生 如果这个时候就跳到求职市场的话 他可能就会面对一个 生多粗少的一个状况 要把自己的价值再提升 压力就变得非常的大 所以不要急着进入职场 但你千万不要严闭 这两句话一定要很快的 混在一起 免得大家误会了 不要躲在校园里头不出来 你躲在校园里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躲在校园里头只是凸显出来 你拒绝去接受社会的挑战 而那延闭一年的资历 对你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 但你说 诶 凤星姐 你又叫我们不要进入职场 你又说千万不可以 躲在学校里头延闭 那要怎么办呢 其实社会上有非常多 可以强化你另一个领域职能的一些管道 这些管道非常的多 政府机构办了非常的多 不管是这个外贸协会办的啦 或者是资策会办的啦 乃至于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相关的一些 这种相关的这些 这种班级 其实他们的 考进去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他们的要求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但他们的学习的扎实度是非常深的 如果你能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建立你的第二专场 那这个时候 等到疫情过了之后 而你的学成之后 你在整个职场上面 你的竞争力就大幅度的提升 那要学什么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很快的在这个时候 盘点一下 你到底比别人强在哪里 弱在哪里 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目标 他需要的是ABC 三种职能 那你就想清楚 你可能具备了A 但你缺了B跟C 赶快去把自己的B跟C的职能 强化了之后呢 其实对于进入你的目标 帮助是非常大的 未来的世代呢 是一个竞争极为激烈的世代 我对于现在的年轻人 我是既敬佩 然后又非常的心疼 因为心疼他们在一个这么高度 竞争的环境之下 而敬佩的是他们其实那个学习能力的 强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不要忽略了你的学习能力 你在这个期间 你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学习能力提升到一般人之上 所以你今天看了这个影片 你有福了 因为至少呢 你对于你茫茫的前程当中 多了一条路 毕业生很辛苦 我知道 但是毕业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如果你面对挫折的选择 就是让我自己有跳跃的能力的话 那你这一辈子都受用了 好了 那凤鲜姐过来人的经验 提供给大家参考了 Yah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